世大運圓滿落幕 民眾齊聚街頭替選手喝彩 立法院也趕在臨時會的最後一天 三讀通過過提法 但仔細研究修法內容 體育界認為還是無法解決現存的問題 各單項運動協會的生態選手的參賽制度 才是令人詬病的癥結點 甚至我認為要獨立出來一個部門 不在體育署下面 來用產業的思維來看待運動的發展 外界認為這次的修法 頂多只是改革的起點 重點是該如何落實執行選手制度 待遇以及比賽獲利的分配 未來體育署和教育部能否硬起來 嚴格管理卻是體育改革的關鍵 否則單靠修法無法改變現狀 點出台灣體育政策和制度的多面向問題 國體法修法縱然通過 但要真正改變台灣長期的體貫亂象 怎麼落實對單向協會的確實管理 並延續對體育的重視度 現在才正開始接受考驗 歡迎收看張錢東 李佳化TV報導